哈喽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同学们来到咱们今天的这一次公开课 在咱们公开课正式开始之前呢 首先先和同学们确认一下声音和画面 现在如果同学们可以听听我的声音 也可以看到我正在分享的slice的话 请麻烦同学在QA或者chat里面帮忙回复一下666 谢谢大家 好的我看到有同学给我的一个反馈 然后如果同学们其他同学声音和画面都没有问题的话 咱们就开始了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QA或者chat里面提出来 好的那在此欢迎同学们来到咱们今天的 由数据应用学院给大家带来的公开课 咱们数据应用学院呢 是北美第一家一战式专业人才输送机构 提供大数据和数据科学培训 以及公司项目解决方案 咱们今天的这一次的公开课的内容呢 是CS软件工程师简历上项目该如何写 咱们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主讲嘉宾 凯文和Jason老师 为同学们介绍这一部分的内容 下面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的主讲老师之一凯文老师 凯文老师曾获得电子工程自动化方向本科后 认知高级软件工程师之后呢 在UT达拉斯获得Computer Science的博士学位 凯文老师拥有先后六年以上顶级北美银行 计量分析的工作经验 并且拥有非常丰富的算法经验和作为面试官的经验 接下来是Jason耿老师 Jason老师是数据应用学院的创始人 也是International Data Engineering Science Association的主席 在南加州大学担任课作教授 Jason老师长期从事数据相关的工作 在数据科学领域有着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 并且热衷投身于数据科学相关知识的传授 是一位资深的数据科学家 那么在今天的公开课中 老师会和同学们分享以下的一些知识点 首先是回顾Recruiting Process 接下来老师会给大家分享简历 都有哪些坑应该如何的脱颖而出 然后接下来是有哪些简历必备的元素 以及简历的格式内容和细节该如何把握 最后老师 会和同学们分享一下不同的教育背景 经历以及同学们的项目 应该如何去量好的规划 那么如果同学们想要了解更多的 关于软件工程师的求职 或者是相关的知识可以了解一下咱们学院即将会开设的软件工程师新一期的课程 咱们新一期的课程即将在9月14号就会开课了 然后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扫描屏幕上的微信二维码和咱们的报名小姐姐取得联系 或者是加咱们这个微信 Data App Lab 下滑线WeChat 和咱们的小姐姐取得联系 了解更多的相关信息 或者是同学们可以到咱们的官网 dataapplab.com.sde到这个页面找到咱们这个课程的相关信息 这边呢会给同学们看一下咱们这个页面的情况 那么现在看到这个页面呢 就是dataapplab.com.sde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中呢有关于咱们课程的一些相关的介绍 然后同学们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 然后以及咱们课程的大纲 然后同学们也可以在这个页面呢进行报名 咱们的这个求职的课程 咱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联系方式 同学们可以给trainingatdataapplab.com发信 或者打咱们这个电话8004857918 和咱们学院的老师呢取得联系 除此之外呢 咱们学院在8月24号还会开设新一期的商业分析师的课程 同样的如果对商业分析师 求职感兴趣的同学呢 也可以用同样的联系方式 联系咱们的报名相关的老师 然后老师会和您进行更进一步的沟通 那么除了上面的两个课程之外呢 这边也鼓励同学们关注 有学院这边开设的微信公众号大数据应用 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呢 自创号以来获得了10万订阅者的高度好评 到目前为止呢 已经有1500多篇原创文章了 咱们还会在公众号中 每天给同学们推送一些内推的工作岗位机会 以及数据科学数据分析和算法方面的面试题 供同学们练习 那么感兴趣的同学呢 鼓励同学们扫描屏幕上的微信二维码 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大数据应用 那么目前呢 咱们学院还和AIPIN进行了深度的合作 给同学们提供数据类软件开发类求职的一站式服务 在咱们这个服务中呢 一个比较有特色的项目是Career VIP项目 在这个项目中呢 同学们可以找到工作再付费 并且咱们的求职辅导老师 会使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给同学们进行岗位匹配 以及竞争力分析 并且咱们的求职辅导老师 会在同学们求职的过程中 进行全程的指导 那么感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 和咱们的求职辅导老师取得联系 现在咱们学院呢 还和国际数据工程与科学协会 是一个独家的合作关系 给同学们提供了 和业内人士交流的一些机会 咱们的这个国际数据工程与科学协会呢 到目前为止 已经成功的举办了十多场的大会 以及一百多场的线下见面会 累计共邀请了三百多位的演讲嘉宾 和五千多位的与会人士 咱们协会中呢 已经有二十万的注册会员 并且在social media 也已经有两千万的reach out 那么如果对这样的机会 感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到咱们屏幕左边的 两个网页 去了解相关的更多的信息 除此之外呢 咱们学院还会陆续的给同学们 带来更多精彩的公开课 首先呢 这里呢 再给同学们预告一下 最近的两期 首先是下周六 八月三号 西部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一点 会有老师给同学们介绍一下 商业分析师在电子商务领域的 免试技巧 接下来在下周日 八月四号 西部时间是下午五点到六点 会有老师给同学们介绍 如何从零开始学习数据库 那么对以上两个公开课 感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扫描对应的二维码 报名注册咱们的公开课 好的 那我这边给同学们展示的信息呢 暂时就到这里 接下来让咱们把时间留给今天的主讲老师 请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各位同学晚上好 你们可以看见我的屏幕吗 是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那屏幕的话是不是这个 这个PowerPoint 如果是的话 请在那个搜尾栏里面 连接打个666 OK 行 那我看见了 看到同学已经回了 然后那我们今天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这个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讲这个 简历怎么写 那我们这个听众的目标 是这个Community Science的一些软件工程师 那我是我是凯文 然后我自己的背景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 那我是Community Science的PhD 然后之后是在做过软件工程师 那现在是在银行 从事一些软件开发 数据分析 以及模型设计 一些方面的工作 那对这一行 大家算是比较了解吧 那我们今天讲讲 我对这种而且我平时也 也会经常做一些interview啊 或者是做一些帮着同学 去做一些mockinterview 所以对这些还是有一些心得吧 那今天在这儿和大家去 去share一下 那我们先来谈一谈 这个找工作的第一步 如何准备简历 那我想今天在座的同学 可能有多少同学 现在已经有简历了 那同学们可以 可以告诉我一下 有没有简历 那有多少个同学 是曾经投过简历 那第三个问题 就是你投过的简历 和你收到的回复的 这个百分比大概是多少 那同学去上班 你发过多少分简历 然后收到的 收到百分比是多少 有几个电话面试啊 有几个onsite面试啊 收到过几份offer啊 这个百分比 那有多少同学拿到过面试 我们刚才都说过了 那首先我们得回顾一下 这个 其实这个我们之前前几期公开 跟我们也提到过的 这个recruiting的process 我们先要去了解敌人 然后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做准备嘛 那首先就是要递交简历 第一步就是要递交简历 那找工作 第一步就如何去准备简历 然后递交 然后呢 然后会去有一轮的这个resume的screen 那现在绝大多数公司都会使用一个叫做ATS的 Applicant Tracking System 说白了就是机器用机器人去筛选简历嘛 尤其是这些大公司 那这个 绝大多数的同学的简历可能在这里呢 就石身大海了 那这个resume screen主要看几点呢 那首先肯定是你的这个教育背景 你曾经做过的项目 你曾经的一些经历 用过的技术 那对于master和这个PhD学生来说 可能也会看看你的这个科研的一些水平 当然最重要的是你这个简历啊 上面所表达的一些东西和我们公司所招的人 或者是招的这个项目是不是match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可能非常非常优秀 但跟我公司或者跟我项目不match 那也是不行的 那那一会我们会来具体的说一些 如何针对这个ATS去进行修改简历 那如果说有幸过了这个ATS 那也只是过了这个第一关 那之后你的简历会送到这个recruiter的手里 那recruiter也不会花太多时间去认真读你的简历 那以往我听说到的一个说法就是 一个recruiter在每一份简历上花的时间啊 大概也就是六秒 非常非常短 他一扫而过六秒 你想六秒能看多少东西吧 很少很少 所以所以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这个时候 一会我们会来讲的几点一定要注意的 OK 那如果觉得recruiter觉得你的简历还不错 那可能会再多看六秒 对吧 那可能就决定 我可能会给你打一个电话 随便聊几句 看看你的背景 当然了 recruiter一般都不是技术出身 他们听不懂这个非常专业的术语 但是沟通交流 那这些东西 是他们的一些巧 是他们的一些常数 对吧 所以他们在做关键字匹配的同时 也会对你的这个沟通交流的能力有一个了解 然后之后呢 之后越来越多公司会安排一轮这个 叫做online assessment 或者叫做OA 对吧 你们肯定听不说过了 那一般情况下是一个一到两个小时 或者两到三个小时的小项目 或者是直接就给你算法题 如果你表现得还不错呢 那就会安排电话免试 那一般是45分钟到一个小时 onside 然后之后就是onside onside的就是 这个基本上是四到六个小时 那onside之后 所有的面试官都会给这个candidate 进行一个打分和一个评估 打的分数 打分的这个分数 和写的一些summary呢 会送到这个hiring committee去 那他们决定要或者是不要 那如果决定要 那你的面试材料可能会送到一个叫做 cellary的committee去 那他们来决定你的package 那有的公司最后需要高层的这个签字 比如说Facebook 可能需要很高层的一些人的签字 那一般大公司都是一个general hiring 一个流程 那决定你录取你之后呢 他还没有具体决定你去哪个部门 那随后呢 可能会给你去做一个team match 那有的team呢 还会再安排一轮面试 对吧 那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整个流程 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那可能会耗时一个月两个月 甚至更长三个月 对吧 那我们一定要做一个长期的打算 一个长期的准备 那如果说还有些同学还在学校里面 那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首先你的简历是越早准备越好 对吧 那你的这些项目啊 或者是刷题啊 越早准备越好 然后到了最后一个学期 尽量不要让自己太忙 尽量不要安排太多的课程 那这个啊 因为我们可能会留出大多数时间 来 来这个 要去准备面试 对吧 那对于有工作经验的同学 那比如说你现在是起码 起码的一个状态 那 也很重要 这些面试当然也是很重要的 对吧 那你的简历也很重要 那么一会儿一个个会具体的来说 OK 那了解到这个过程之后 那我们就要来看看 我们申请工作 这个job description 是长一个什么样的 对吧 那我们要必须要了解 对方公司 是要招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我们要看看job description 长什么样 那有的同学会来问 哎 老师 你们公司有没有opening啊 能不能帮我内推啊 那我都会问他们 你们想去什么组 那很多同学都会说 哎呀 什么组都行啊 只要有工作我就去 那就有了这个态度 那肯定是不行的 你跟我说说可以 那你要是有这种态度去 去找工作 那肯定是不行的 那这是为什么 你找工作 不是说我来给你这份工作 而是你要证明你自己 能够胜任这份工作 或者换句话说 你要说服你的面试官 公司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对吧 并不是说我有一份工作我给你 而是要你来证明你自己 你要来说服面试官 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那公司为什么需要你 那你可以说你学过什么什么什么 做过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但是你学过的 做过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你在学的那些东西 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吧 你还是没有说服我 那为什么公司更需要你 所以找工作之前 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 job description 尤其是你越想去的公司 我们越来重点的去研究 研究这个job description 看看是不是和你的这个 background 是不是match 对吧 你的简易 那些东西 能不能给对方提供一些价值 对对方公司提供一些价值 那这个俗话说的好吗 别知己知己 百战不戴 对吧 那我们这边呢 列了两家大公司的job description 一家是这个谷歌的 那你可以看到 那这个是谷歌的这个internship的 那有对于master的 有对于phd的 internship的 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要求啊 还是非常非常genital 这个也是一个大公司的一个常态 他并没有写 需要你做过什么东西 他只是列出来了 你对一些programming 这个programming language 有一些要求 你可能需要一个或者是多个 对吧 那可能会需要一些environment 你可以做过web 可以做过unix 或者是做过手机 等等等等等等 你看这些area非常非常多 所以他只是一个general hiring 他并不是说针对某一个组 那这样子的东西非常非常多 之后我们再看这边是一个facebook 那这个facebook的当然也是同样的 对吧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general 那可能稍微specific的一些 你可以看到他这边是偏向于什么 偏向于web technology 对吧 那这边会用到php 或者是c++ 那基本上是可以偏向于后端的 然后是这个 偏向于web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你看一看 你和这个公司 或者是说他的这个job description 是不是比较match 那如果你想去这些公司 那除了刷题之外 那你有没有他们需要的技术和技能 那这个是你需要问自己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中小型公司 那中小型公司 那就更加多种多样了 对吧 我建议大家不妨去花些时间 去这个job search的网站上去罗列一些 你感兴趣的职位的这个job description 看看他们都需要什么 和你的这个skill set做一个比较 看看你的这个简历里缺少些什么东西 对吧 那我这边呢 我自己做了一个web crawler 那这个web crawler 是去indeed的上面去抓取一些数据 然后我把它存放到exam里面去 那这里因为这个偏幅的原因啊 我没有办法全部显示出来 那大家可以去做一些类似的这个事情 多去看一看 看看这个目前的工业界的一些流行 技术的流行趋势 对吧 查漏图缺 那这个其实很简单嘛 你自己也可以当做一个小项目去做 对吧 你不管是用python还是用java 或者是用其他programming language 去做个很小的web crawler 这个是花不了你太多时间的 对吧 你之后还可以去丰富它 然后甚至把它做成一个小项目 然后写在你的简历上面 对吧 就都是挺不错的 一长东西一十二秒 我都建议大家这么去做 那比如说这个software engineering 中间有很大一块是这个full stack 那当然了 这是也有专门做前端的 也有专门做后端的 你可以去看看他们都用一些什么样的架构 那这些架构有很多很多种选择 当然不太可能 什么东西你都会 这不太可能的 那可能你是指挥其中的一个 那其实啊 这些很多framework 它的这个基本的原理 都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你会了第一个 然后去转第二个 还是比较方便的 那从一到十实际上并不难 难的是从零到一 那你观念就是说 你要有这个零到一的过程 那你在准备的时候啊 那你有没有自己完成这个从零到一的这个步骤 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除了这个web和这个app之外 计算计算机还有其他很多其他的选择 比如大数据 那很多同学都想去学这个data scientist 那其实这个data scientist的这个门槛也比较高 很多同学也抱怨data scientist的工作不太好找 那其实啊 这个这一行不光要有计算机的基础 还需要有比如说什么数据库啊 什么AD test啊 还要回编程 还要对这个数学也有很高的要求 危机层啊 线性代数啊 统计概率等等等等 然后最后才是什么machine learning neutral network 这些东西 这个职位是 呃 并不是说你这个职位是data scientist 你用过python 用过python的几个常见的包 做过几个项目就可以了 你需要对你们的理论基础 还是需要有个比较深刻的认识 因为你的这个职位是data scientist 是个科学家 科学家你不能说我光用工具 就算科学家 你必须去做 什么是科学家 你要去做科研的 你科研你必须对它里面的那些模型的 内部的一些理论基础 还是需要知道的更多一些 就比如说你会不会去做一些推导 对吧 那其实计算机的同学啊 你不妨去试试这个data engineer 那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出路 那一般你工科的这个学生的动手能力 都比较强 比如说我们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自己装一台机器啊 或者从装一个操作系统啊 或者装个什么虚拟机 这方面的动手能力可能都比较强 那你可以去玩一玩这个大数据方面的工具 各种各样的freework 那这些东西对你找工作肯定是有好处的 那再比如说一些传统的计算机职位 比如说这个操作系统相关的 计算机网络相关的 那如果是研究生同学呢 那自己的研究方向可以多关注一下 对吧 那你在这个找工作的时候 有没有和你研究方向比较类似的 或者是你比较感兴趣的某一个方向 就并不一定说我们非要去做web开发 或者是去做手机app开发 那当然那个是一个主要的吧 但并不是说全部还是有很多很多其他的opening 比如说随家家 随家家是比较偏向于后端的 你用随家家去开发big data也可以 开发operating system也可以 开发network也可以 那你如果有一个具体的这个兴趣爱好的话 或者是你的研究方向的话 你可以去多关注关注这一些方向的这些工作 OK 那这个我们之前的这个CS领域的公开课 上过应该没记错的话上过八节 我不知道有多少同学之前听过我那个前面那八节的公开课 都是和CS相关的 那我这边也提到过就是soft engineer职位啊 考察会考察一些什么 那我把最最重要的东西呢都标了出来 那首先自然而然是刷题 对吧 不刷题你能找到工作吗 答案是能 你不刷题当然也可以找到工作 那不刷题能进google吗 答案也是能 那么那要么是你在某一个领域有非常非常突出的一个成绩 要么是你说服了面试官 我们不去考算法 对吧 要不然越是大公司 它对这一块 对它structure和algorithm 它考察的越多 那为什么 一来啊公司招的是程序员 当然你要能写程序 那要用计算机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 对吧 你给你一个一二三的步骤 我告诉你这是我的一二三步骤 你能用计算机语言把它给表达出来 对吧 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考察你的一些基本功 你是要来写程序的 那我自然而然需要考察你的编程 第二呢 大多数的fresh 就是刚刚毕业的学生 经验肯定都不会算太多 学校里学的东西毕竟有限 那大家经验都不多 那我作为公司 我如何去挑选一些潜力股 那当然首先是要看基本功 对吧 然后第三呢 那其实他也对一些没有经验的同学 是一个好事 他给了你一个渠道 你在项目上你拼不过别人 你在经验上拼不过别人 那你就靠刷题吧 对不对 这个大家是公平的 对吧 你做不了技巧性的东西 但你跑个步 你去跑个马拉松总可以 对吧 这个没有任何的技巧 只要你去坚持就行 对吧 所以给一些没有经验的同学 一个渠道 你没有做过项目可以 但这些东西 最基本的东西 你总该学过吧 既然你学过 那你就证明给我看看 所以如果你是学计算机的 如果还是想去找这个Software Engineer 如果还是想梦想的 能去这个Flag这个级别的公司 多多少少 还是请你去稍微刷点题 对吧 不要一问一些基本的东西 还是Table是什么 你说不出来 对吧 还是需要去稍微刷点题 好 然后那知道了这个用人单位的这个标准之后啊 那我们要来有有低放师 对吧 我们要做好功课 那很多同学都觉得啊 这个万事具备了提前中风 那就开始投简历 那我们就开始投简历 那你会可能会打开一些这个招聘的网站 开始广投简历 一天投个几份 或者是多的投个几十份 上百份 然后呢 等啊等啊等啊 一直等到天荒地老 等到这个海库石烂 那还是什么回应都没有 你希望我刚才这个公开课一开始的时候 我问多少同学投过简历 投过多少份 那你收到的回应 百分比是多少 那可能这个百分比 相对而言都是比较低的 包括我自己 我自己找工作的时候 呃 也也经历过失败 对吧 那都很正常 都很正常 一天投过几十份简历 非常正常 然后一封 一封这个回应收不到也很正常 但 但 那这样的故事情节 其实非常非常熟悉 对吧 让我想到了这个Michael Jackson的一首歌 You are not alone 那刚才我们也讲到了ATS 就是我们这个 所俗称的gatekeeper 那足球场上什么样 什么样的方式最容易进球啊 goatkeeper嘛 什么圆 足球场上什么样的方式最容易进球 那可能有的人会说点球 一对一的 其实不税 对吧 最容易进球的就是 你过掉什么圆 然后打空门 对不对 你把什么圆都过掉了 下面就是一个空门 那你还不进吗 那所以首先我们要想办法去绕过这个gatekeeper 我们要想办法去绕过它 那怎么去绕过 那第一步肯定是networking 那你要动用你所有的资源 包括什么校友啊 师兄师姐啊 老乡啊 对吧 实在不行 前任啊 对吧 就是所有的资源 那还有一些培训机构 比如说我们数据学院 那可能一些培训机构都会有一些内推的服务 那不光是内推 你在这里呢 可能还会认识一些同学老师去拓展你的人脉 这个资源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通过这些资源效果不大那怎么办 我们还可以怎么样 毛随自建 对吧 你总有linkedin吧 去linkedin上去套词 找你想去公司的那些recruiter直接发信 或许那样的成功率不太高 但总比那个机器人守门员会稍微好一些 只要有一个人回你 那你就赚了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要先想着一些好的办法 能不能绕过这个gatekeeper OK 当然了 并不是说你做了这些东西 以后啊 你就不需要再去网头了 投肯定还是要投的 那前提是你先要把简历写写好 好 那我们下面就先来看一看简历里面这个要和不要 有些什么事情我们要去做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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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的事情 我们要尽量去避免 首先尽量一页纸 尽量压缩在一页纸 有的同学会洋洋洒洒一些两页三页 希望多写一些引起注意 千万不要 recruiter不会在你简历上花太多时间 我们刚才说了六秒钟 你就更不会翻到第二页第三页 所以一页 如果你还有很多想去写的 所以我说我就是牛 我做过的项目特别特别多 ok 那你去申请一个linkedin账号 你在上面想写多少写多少 你想把所有的项目写在上面 也不会有人反对 实在 你还觉得不够 你去申请一个github 你把你所有的code都放到网上 都没有人管你 对吧 那有的同学说 好吧 那我就写一页吧 我把我的简历顶天立地 我用found size8 密密麻麻的 那好看吗 显然不好看 很有可能recruiter看了一眼就直接删了 所以size也要适中 那一般情况下用10到11号的size 对吧 然后也要稍微去留一些white space 不要太拥挤 ok 那也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要 你的简历要整洁一些 那尽量要整洁 简短 明了 对吧 那这个以后我们再说具体的内容怎么写 ok 那既然我们这个空间有限 那我们就要把最近的最重要的精力放在前面 那这些东西也应该是你最熟悉的 那被问到的话 你应该也能够去从容地去应对 那一定要告诉别人你有什么very specific的skills 有过什么经验 做过一些什么样的项目 对吧 比如说他取过一些什么样的成就 那你要让别人看到 让recruiter看到 你为什么适合这个职位 千万不能放太多一些不太相关的经历 那有些同学一下子写好多好多 一看一眼看上去有很多很多不太相关 所以呢 可能你确实是做过这些东西 你在大学里头学了课 可能你确实做过这些东西 所以你如果做的东西 确实是很丰富 那我建议同学们去准备几份简历 每份简历呢 各有侧重点 比如说一份 你去准备这个sde的 那这份sde呢 专门去准备一些和web相关的 和手机apps相关的 对吧 如果你确实做的很多 那你可以准备一份full stack的 可以准备一份前端的 可以准备一份后端的 如果说你经历真的很丰富 那甚至你可以再去准备一份 你做过一些data相关的 那你可以去做一份和data相关的 对吧 那并不是说data的那份简历里面 不能有一点点sde的项目 当然可以有 但如果你一年一大半都是写的software 就是sde的项目 都是和web相关的 你拿这个外部相关的精力去申请这个 和data相关的 那可能就比较困难 所以这个一定很重要 就是说你的简历一定要非常的specific 你是申请什么样的职位 你的简历里面的大多数项目 还是得和那个职位有一些挂钩 实在不行 多准备准备准备简历是没有问题的 那有些同学可以可能 喜欢写一些兴趣爱好 写一些兴趣爱好 那还占用一行两行 那我就问你了 这些兴趣爱好能不能说明什么 那比如说你喜欢什么什么什么sport 那美国人都喜欢sport 那你喜欢旅游 那很多人都喜欢旅游 那第一个 那这些和你申请的职位有没有什么关系 对吧 第二个 对你个人而言 这些你的爱好兴趣爱好 为什么是闪光点 你要能回答这两个问题 那如果说你的这些兴趣爱好 有一些成绩 那你可以 完全全是没问题 你可以把它写出来 你比如说你跑马拉松 你跑过几次马拉松 那可以 对吧 马拉松真的不是什么人都能去跑的 你要是能够坚持下来 说明你一个很有毅力的人 那当然是可以 那这个是你身上的一个闪光点 对吧 你说我喜欢看篮球 那就不行 对吧 什么东西能写 什么东西不能写 你考虑考虑 对吧 然后再比如说 你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跑步游泳 你坚持了五年十年 那你完完全全可以写 对吧 这个是你的一个认禁 美国人非常看见这些东西 那如果是一些个人的小爱好 那就算了 还是省点地方 对吧 那有的同学会写language 中文英文 拜托啊 我们是在美国 英文难道不是必须的吗 对不对 那中文 你现在难道不知道 现在美国这个AA风很流行 对不对 那最难找工作的就是亚裔 然后你还你还写你会个中文 真怕人家不知道你是亚裔 这个也不太好 对吧 那如果说你会这个四五门语 什么西班牙语啊 法语啊 日语啊 韩语啊 如果会四五门语 那你当然可以写 对吧 那如果只会中文或者是英文 那还是算了 这些东西 并不是说我在简历上越多越好 还是要稍微要有些特征点 所以大家再去提取你这些简历里面的这些经历的时候 一定要有些闪光点的东西 并不是说 这个就是我会的 这个东西就是我知道的 我把它写上 并不是这样 对吧 一定要和 并不是说你把这个简历就是一个自我介绍 更重要的是 别人为什么需要你 你记住这一句话 OK 第三点呢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APS 我们网图的简历很有可能都送到APS去 那我们就要做好准备 首先APS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 它也就是这个 scan一下你的简历 然后去抓取一些关键字啊 和这个短句 然后会有一个算法去计算 Job Description 和你这个简历里面的一些匹配程度 然后进行一个打算 对吧 那注意 那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匹配的东西 那就会有一些关键字 那这些关键字有没有出现在你的简历上面 要求的那些skills 你是不是都具备了 那你有没有做过一些spelling check 对吧 你标里头还有一些拼写错误 那就不太好 那还有些同学呢 会写一些这个objective section 一上来写个objective section 那写一些比如说什么established software engineer wit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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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年经验 对吧什么 或者是passionate 因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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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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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协商事务去占用两三行 那你想想看 我去找工作 我去找的是software engineer 难道这些东西不是很obvious的吗 我要招的 肯定是需要有一些software engineer的基础的东西啊 这些东西难道不是很obvious的吗 对吧 我肯定要招 也是要招一个有passion的人啊 我不会说招一个不喜欢去coding的人 那我肯定不会招 肯定要有passion啊 对吧 所以有过一些经验的人 这些东西都不是你的亮点 这些东西是你本身就应该具备的 那你倒不如不写 然后呢你去写一个summary 你可以去写一个summary 列出你的一些主要的成就 一些主要的skill set 和一些最重要的经历 你可以把它写成一个bullet 或者是写成一个两三行的一个summary 你放在最前面 那当然可以 对吧 那这些东西 怎么样 体现出来了你这个人的一个package 总比你刚才写的那些establish 什么passionate 这些形容词 要能有说服力 对吧 一会儿还会来讲到如何去用词 OK 那有的同学又会说了 那既然是找关键字 那我就把这个job description里面那些东西 copy paste过来 原封不动的全部都用上 行不行 那也不行 也不行 第一个这个就不是真实的你了 你有的东西会有的东西不会 那就不是真实的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 你在美国做作业或者是写文章 都会有一个什么 你都会有个系统去检查 你这个东西和别人有多少多少相似 对吧 ATS一看你这东西是抄袭的 而且就抄我的 那肯定是不行的 对不对 你看你的简历跟我这个job description上一模一样 那肯定是不行的 那不如你就结合你自己的技能 你虽然表达同一个意思 你换一种写法 那稍微把这个句子稍微变化一变化 换一种写法 千万不要说是原本不动的张超 好吧 就是这样 OK 那我们曾经做过的那些项目 有没有一些数字 能不能用一些数字来 用一些数字来体现出这些价值 而不是说我单纯的把这些我用过的技术 全部列出来 那完成了什么什么什么 能不能再进一步 再去做一些优化 或者说再去做一些量化 去做一些量化 比如说 你做了一些什么东西 提高了百分之多少多少 速度提高了百分之多少多少 或者时间 运行时间缩短了多少多少 或者你的错误率降低了多少多少 或者你的这个销售额增长了多少 对吧 你的用户量增长了多少 你要有个量化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多少 你要有个量化 但是同时也要注意啊 那有一些公司的confidential的数据啊 那你就不要随便泄漏了 这个东西 在美国这个东西是很敏感的 对吧 那我们一定要更加注意 有些confidential的一些data 那我们就还是不要去把它给放出来了 OK 然后再下面一点 在简历里啊 还是要能够体现出一些你的这个soft skills 比如说你的这个teamwork 比如说你的leadership 对吧 然后最好呢 能够用一些leads 能够用一些leads 你不能简简单单说 我有这个很好的这个团队合作的这个分类 那这个不是leads 对吧 那你要说出来如何去合作的 完成了什么 你怎么样能够体现出你的团队合作一加一大于二 对吧 那比如说你可以这样说 在团队合作的情况下 我们的项目提前了一个星期上线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就看 你提前一个星期上线 你说两个一个团队在那打架 你不可能提前的 对不对 那就是说明 你有一个很好的团队合作的一个技能 那如果说要表达你的 比如说在你的领导下 取得了什么样什么样的成就等等等等 对吧 这样子你要用一个例子 去表现你的一些soft skills 在美国是非常注重这个soft skills 所以你的简历上最好聊的 能够有所体现 还有那些比较obvious的那些skills 你就不要再去写了 比如说我们是去找sde的 你写一个word 对吧 我会excel 那这个东西就算了 你又不是去面试秘书之位 你会word 会excel 难道不应该吗 那东西最基本的东西 难道不应该吗 对吧 那有什么时候 那Windows Unix 这些东西你可以去写 你作为操作系统 你Windows Unix 当然可以去写 但是你到时候千万不要被问到了 你只能回答出一些最最简单的命令行 那肯定也是不够的 对吧 你要稍微多准备一些 Unix的内核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对吧 你这个script language 你能不能写出来 或者是问你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查询 或者什么东西 你能不能写出来 这个东西你需要稍微去做一些准备 OK 那下面再来看 那有些东西 同学说我没有太多的项目 那我一些volunteer的这个工作 可不可以写 那当然是可以 但是必须是相关的 能够体现你的价值的 比如说你写 作为一个组织者 你成功举办了一次什么什么样的大会 那这个东西你就可以写 对吧 你的一个组织能力很强 你的团队能力很强 你的一个leadership很强 这个东西当然可以写 那如果说你在一个 比较有争议的政治团体里面 那就不要去写 在美国这些东西是比较敏感的 比如说你为哪个政客 组织一个募捐的晚会 对吧 或者是这个网站 是一个募捐的 为某个政客募捐网站 那这些东西就尽量少去接触 这个政客有人喜欢 肯定就有人不喜欢 工作场合尽量少提这些比较敏感的话题 OK 那下面这个 其实我们 我刚才已经提到了 对吧 这个个人的兴趣爱好 要写兴趣爱好 还是稍微谨慎一些 如果你真的获得什么成就 有过 从这些兴趣爱好上面 有一些闪光点 你可以写 其他的话就不要去写了 然后下面这一点呢 Consider Summary Statement 我刚才其实也提到过 那就是用一个Summary去代替你这个Objective 那除非你的这个Objective 这个Statement里面 里面包含了一个重大的转变 比如说以前你是做其他方向的 现在想转行 那你比如说以前是做Data的 现在我想转SDE 或者是以前做SDE的 我现在想转Data 那你这个属于Objective 对吧 那但是有一点一定要注意 就是你之后的内容 一定要Support 一定要Support你这个Objective 你为什么要转行 你为这个转行做了哪些准备 那这个东西你只要写清楚 要不然的话 你还是写成一个Summary的东西 OK 然后下面啊这个简历 一定要去实事求是 所以不能有 不要有太多的水分 这个很重要 我没有说一点水分都不要 我说不能有太多的水分 对吧 有些同学说 我就说有些国家吧 有些国家的学生啊 都吹得很厉害 他自己只会50% 但是他敢写200% 那而且这个国家的学生呢 敢说英文也不错 所以呢 他们有些优势 但是呢 很多人啊 这个国家的很多人 经常在职场上面试的时候 死的也很惨就是 主要是才能吹 而没有真才是学 对吧 那很多中国学生呢 就正好相反 都比较谦虚 会100% 那我只敢写80% 那这样子也不行 也不是自降升降 那我会是说怎么样 你会100% 那我呢 简历上要写120% 那稍微有一点点水分是可以的 那一来呢 显得你知道的东西多一些 另外一点呢 你会督促 你会督促 时时刻刻去督促你自己 在面试之前 你还有哪些东西需要补充 因为先是拿到你的简历 然后才会安排面试 那从对方拿到简历去安排面试 到你正二八经去面试 会有一段时间 那这段时间里 你就把那20%的这个水分啊 把它给挤掉 你自己争取再赶上来 对吧 会起到一个督促自己的这么一个原因 对吧 那有些同学说是我的学业上啊 或者是这个 我的事业上会有一段gap 对吧 那我那尽量不要尝试去hide那些gap 所以要诚实 为什么呢 因为最后公司都会去进行一个background check 你这个background check 那可能会就被查出来 那可能也不太好 所以尽量呢 不要有gap 那当然不是说不要有gap 就尽量不要去hide你的gap 如果有 你就老老实实说 对吧 无所谓的 这个东西大家都可以理解的 OK 下面这个东西就很重要了 就是说要用一些powerful的动词 要用一些powerful的动词 那我们一会儿会来给大家一个词表 我们来看看哪些词应该怎么样去用 然后另外一点呢 千万不要去写reference upon request 我看到很多同学都会在最后写一个reference upon request 难道这个不是common sense吗 对吧 他们来问你要的reference 你还敢不给 肯定还是得给的 所以你写这句话 占用一行不说还没有什么太多价值 所以这东西啊 你就不要去写了 好吗 OK 然后最后下面就是一些很小很小的东西吧 一个就是你要注意格式 那有的同学会比较粗心 格式不同意啊 然后这个字体啊好几种 然后大小还不一样 玻璃特用的符号还不一样 那么大小写啊缩写啊日期格式啊还不同意 那这些都不行对吧 那还是要稍微注意注意的 那还是要稍微注意注意的 然后之后呢就是你之前的一些经历啊职位啊公司啊你要加重标出来 那recruiter一眼就能看到 但是呢也不要太划重驱重 对吧 那主要以一种整洁简单 就好对吧这个是最重要的 简单整件最好 那格式刚才也强调过了一定要细心 这个就相当于你的门前一脚 你前面事情已经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准备 千万不要为这些简单的事情犯错 比如说我曾经就收到过不止一封信 好多好多封 可能有好几封也没有好多 大概有这么两三封 我自己是在Bank of America工作 然后我收到对方的信 一上来就是I'm interested in Chase 我是Bank of America 然后你说你对Chase感兴趣 那你说这封信我还会继续往下读吗 肯定是不会读嘛 我就直接扔了 对吧 就像你去麦当劳 你去到麦当劳去买肯德基一样 人家把你轰出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细心 你群发 群发可以 但你稍微留点心 群发没错 你稍微留点心 不要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OK 然后最后一点啊就是 最后发的这个版本啊 尽量不要说Work 最好不要说Work的文章 最好转化成PDF 因为Work的在排版上 或者是打印的时候啊 会有一些变得奇怪 有一些时候 或者说所有时候 都变得一些比较奇怪 所以呢就是 转成一些比较professional的一些东西吧 比如说就转化成PDF就可以 好吧 那这个大概就是一些比较highlight的东西 就是简历里面我们该注意什么 要怎么样去做和一些该注意的事项 那我们下面再来看看简历里面具体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那首先要是整洁美观 还要一目了然 整洁美观 一目了然 刚才说了 那这些section呢都是一些重点 那首先肯定是个人信息了 但是呢也不要把这些个人信息放到header啊 或者是数 或者是这个word document里面这个food去 千万不要放到那去 然后呢你可以去加上你的naked in 或者是你的github 然后是你的什么education啊 employment啊 和experience 然后最后是这个project和这个skill 一会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那首先是不是education 那大家都知道 要写上你的major 你的minor 你的degree是什么 几几年你拿到的学历 那有的同学会问GPA要不要写 那我的GPA 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的GPA还挺高的 那就写上 大家都知道美国大学容易进 难毕业 如果你还能拿一个高分毕业 那绝对说明 这个是你的成绩之一 对吧 这是你的一个成就 那你就写上 如果说你的GPA太低的话 那就算了 那写法可以有些讲究 比如说大一大二 可能对文科的成绩影响到最终的GPA 什么历史啊文学啊写作什么的影响到GPA 那你可以 只算自己的专业GPA 专业科的GPA 但是你不能说我只计算 我拿高分的那些 那不行 对吧 你要么就是全部课程 要么就是一些专业的GPA 要统一 因为最后对方 如果说你要成绩单 那你给的成绩单和你的简历上面的那个 有很大很大水分 那肯定也是不行的 对吧 那如果你是刚刚毕业的 可以写一些你的专业课程 非专业的课程 不相关的 那你就不用去写 对吧 就只写和这份工作相关的那些课程就可以了 OK 那这个是Education的一个section 那我们下面再来看看这个 下面再来看看这个 这个Employment 那这个呢并不是说必须有的 那因为有一些刚毕业的同学可能没有工作几年 也没有实习几年 嗯 那那当然可以可以 就这个Employment的这个section可能就没有 但是如果有的话 一定是刚才说了 一定要和你找工作相关相关的 然后呢用日期的倒序进行一个排序 那刚才也提到了你要准备好几份简历 那一般呢我自己呢都会从四点去考虑 你的这个做的project 每一个project 因为你Project下面肯定都有一些project 我一般个人喜欢从四点去考虑 第一个 什么项目 这个项目是做什么的 用大概两到三句话去概括 第二个 你在这个项目里面做了什么 有些什么样的主要贡献 是一个团队的呢还是一个个人的 对吧 你主要的contribution是什么 这是第二个 你自己做了什么 第三个 那就是刚才所说的 能不能量化 那这个也是一个闪光点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项目都可以 达到一个量化的一个标准 但是你尽量的要去想 对吧 能不能去做量化 然后第四点 用到过的技术 我要看到你在这个项目中间 用到过一些什么样的技术 这四点 那并不一定是说就四个bullet 一二三四 并不是 不需要这么样子的这个死板 对吧 比如说你做了什么 可能光做了什么 你可能就有好几个bullet 对吧 那可能你也会把第一个和第二个结合起来 比如说这是一个人的项目 那你这个项目的介绍和你自己做了什么东西 可能就合而为一了 那也可以把你这个做的东西 和你刚才说的这个用到的技术 把它结合起来 这都是可以的 但是我主要会从这四点去看 那你可能是一个表达方式不一样 那我要看这四点 有没有 对吧 比如说你做的东西比较多 一二三四 比如说从design 到implement 到最后的test 到最后的maintenance 一二三四全部都有 那如果说你最后简历写得很满 那你这四点中间 或者是五点 这个五个bullet中间 我可能就抽取中间最重要的两到三点 我并不一定会全部列上去 对吧 你做的是sde的东西 那我可能就会写一个design和implement的 对吧 你的test和maintenance 我可能就会 如果 如果空间不够 我可能就不写了 这个东西大家 你可以先写 写完之后我们再去做删减 如果说你在这个工作中间获得过一些什么奖啊 商业的荣誉啊 或者是被公司什么什么表扬呢 对吧 那你都可以 尽可能的去网上写 都可以 对吧 比如说你这个 你的产品 你开发的这个产品 受用户的广泛欢迎 对吧 那你当然就可以去写了 比如说你这个产品 为公司省了多少多少钱 那如果不是机密的话 当然也可以去写了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表达你的一个 一个 我们刚才说的一个量化 第二个 绝对是你的一个相关点 一个加分项 好吧 ok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看 这个recruiter 喜欢的这些词 以及句式 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但是也千万不要千天一律 比如说这边我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个buy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量化 比如我们刚才提到了 节省了多少时间 提高了多少钱 提高了多少效率 增加了多少客户 或者是这个销售额 等等等等等等 对吧 然后后面这个buy 或者是这个shrough 后面也可以跟着你做的一些技术 比如说什么样的语言 什么样的library 什么样的这个架构 等等等等等等 那这些东西 都是用一些很强的 比较strong的一些动词 你看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很strong的一些动词 尽量的是多去讲一些事实 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事实 对吧 少用形容词 我们刚才讲的什么passionate 这种形容词 established 这种形容词 尽量不要去用 少用 不说不用了 尽量少用 关键是看这些动词 实事求是 你具体完成那些什么东西 对吧 没有形容词 缺的太天花乱坠 反而不如你有这个3% 1.2% 你的错误率降低了1.2% 或者是你什么什么什么 这些东西绝对比你什么那些很花里胡哨的那些形容词 要有说服力的多 这个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OK 那这个是我们会经常用到的一些词 好 下面这个project 那刚才是employment 那employment是employment project 那包含之前你做的项目 对吧 那现在这个project呢 主要是一些其他的项目 就是你在工作之外 你的employment之外 做的一些项目 包括学校里头的 包括你个人的 你这个业余时间做的 那有的同学会问了 我还没有上 我还没有工作过 凭什么要求我有工作经验 那这个问题啊 拜托大家以后就不要再去问了 对吧 首先我们都知道 大学的学习方式和我们高中之前的学习方式是非常非常不一样 很多时候老师上课只有slide 有的时候老师给你布置一个项目 然后让你自己去做 对吧 很少会有老师手把手叫你一样东西的 那大学你学的是什么 其实大学你最重要的学的是一个学习方法 学的是一个自学的能力 那比如说你在学校学了一个java 学了一个学期 那每个星期一到两节课 差不多也就三个小时吧 一个学期三个月 差不多也就算个四五十个小时吧 那你java四五个小时 四五十个小时 四五十个小时你能学多少东西吧 对吧 那绝大多数还是要靠我们课后自己去看 自己去做 千万不要以为我会了一个e-files 会写几个复循环 我就回java了 对吧 就绝对绝对不是 那java的第一个最简单的 java的API你熟悉多少 对不对 java的API酒已经足够你喝一壶了 那java的API你熟悉多少 那java工业界常用的那些framework 你用过哪些 对吧 那很多同学都说很多 这问题这些你学校里是学不到的 那怎么办 要么你在学校里等到大三大四 或者是研究生期间 你去看看有没有更深入性的课程 要么你去外面花钱去找培训 要么你自己静下心来 自己去做些研究 去做些项目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去写到你的简历里面去的 对吧 所以并不是说你有没有 而是说你要不要去做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 那你就现在就开始去做 对吧 不要再去这等了 OK 下面一边呢就是这个skill 千万不要直写 你会java 你会python 你会windows 这些东西太繁繁了 要具体一些 java你用过什么样的framework python你用过什么样的library 还是要稍微具体一些 OK 那你同时呢也可以去分一些 比如说你是一些初级的 还是一些比较familiar的 或者是一些高级的 你可以去给他这些东西去分的类 对吧 然后呢 嗯 写完之后 你再去和你的这个job description 去做一个double 去做个cross check 看看你是不是 这个job description里面出现的关键字 你是不是绝大多数在你的简历里面都已经cover了 对吧 那有没有一些关键字 然后用的词用的好不好 对不对 然后最重要的一个 我们刚才说了 千万不要有太多的水分 因为怎么说 你简历里面的那些东西 你就要get ready 万一面试问到的话 如果你回答的不好 或者说 哎呀这个东西是我很多年前做的 我忘记了 对不起 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基本上 你就没戏了 对吧 我实话实说 因为这个东西你做过的 你都回答的不太好 你都说你忘记了 那你怎么去证明 你自己有这个能力去胜任我这份工作呢 对吧 这些东西是大家一定要一定要去注意的 OK 那这些呢 主要是这个 我对在Software Engineer 这个行业的一些一些简历上面的一些认识吧 然后呢这边呢有一份template 那这份template呢 我其实很早就看过这份template 也是一份很不错的template 那这个是Career Cup上面的一个 我不是说给它做广告 只是说我个人觉得这个template不错了 这个Career Cup放在这儿是reference 我不能随便乱用它的东西 那这份东西呢还是写得非常非常不错的 大家可以作为一个template呢 去参考界点一下 对吧 它从Employment 从Education 然后它的experience 然后你去看看它的用词 对吧 然后觉得的话是可以的 朋友们可以去参考一下 而且它从它的排版上来看 也是比较 也是比较这个这个 简洁明了对吧 然后它也有一些量化的东西 比如说N平方到NLogN 那这一看东西就是算法的 虽然你看这个东西明显就是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太多技术化量 但是你一个简单的算法 你从N平方降到了NLogN 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achievement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在自己简历上 还是要多花一些时间去抠一些字眼 好吧 抠一些字眼大概能做到一下这样子 OK 那我今天的这个内容 我就差不多cover到这儿了 然后我这一次呢 那我们大概还会有其他 试节 海深试节 其他的就和tomate science 相关的一些公开课 反正我这边 他们之后可能也会发一些公众号的文章了 那我这边给大家做个预告了 8月3号呢 我们下个星期 我们会来讲讲这个SDET的 对吧 那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test的一些技巧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这个 然后之后呢 我们可以讲讲这个网络爬虫 对吧 刚才我用那个indy的 我做了一个indy的一个网络爬虫 可以去抓一些数据 然后之后还有这个 如何去做团队合作 我们刚才一起讲这个团队合作很重要 团队合作很重要 团队合作很重要 我们看看公司中间 我们如何去做团队合作 然后去使用这个github 然后最后一节课呢 是一个模拟的interview 如果有同学感兴趣 我们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用英文的interview 我会准备两道题目 一道到两道吧 一条到两道题目 然后难度可能是中等的难度 所以如果同学们 一方面对自己比较自信 另一方面也想来实战 考察一下自己的能力 那么欢迎大家来报名 好吧 名额确实有限 我们我跟数据学院的其他老师也少量过 可能也就两三个名额 名额是有限的 如果感兴趣的话尽早报名 那我们也开玩笑 如果真的真的到时候没有同学来报名的话 那我们只好去请群众演员了 对吧 我们群众演员来配合一下我们的表演 所以希望同学能够积极一点来报名 千万不要让我们有这么尴尬的场面 好吧 好 谢谢凯文老师 对 我觉得今天这个奖励 这个关于这个简历的这个讲座 非常的好 就是因为各个不同的position 不同的这个公司 他们可能想看到这个简历都不太这个一样 然后我是数据学院的Jason老师 这里边我看凯文老师也把后面的讲座都一页一页的都写出来 大家只要是扫码都还可以报名 也可以这个就是固定这个时间吧 就是礼拜六的这个下午 我们都会有关于这个软件工程 人工智能 这个数据工程师的相关的一些讲座 今天呢我们已经超时五分钟了 我们再次感谢这个凯文老师给我们做这个讲座 也谢谢今天能来参加这个讲座的各位同学 祝大家这个周末愉快 也祝大家求职路上一帆风顺 好 谢谢 Jason老师 谢谢各位 拜拜 好 拜拜